好 各位同學晚安 今天禮拜三 場地又換回了 大家熟悉的後面沒有輸假 回到台北 這一趟台中 事實上我也是 自主管理 健康管理沒有出門 食物吃光了 剛好要補貨 今天禮拜三 明天禮拜是要補貨我就回到台北 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把畢業證書 碩士畢業證書送審 這個也是有關生計啦沒有辦法 必須跑這一趟 那回來之後呢就 小事休息一下 然後就來 晚飯我是今天吃的比較簡便一點 就是 上個禮拜剩下來的紫菜蛋花湯 感覺 在冰箱裡面是沒有壞 所以我把它拿來搭配 小七買的 路過小七我去小七買了一個 這個 這種 65塊的便當 就 飯盒 微波一下 晚餐就解決了 然後再喝個半碗 上個禮拜剩下來的冰鎮綠豆湯 沒有壞 這個冰箱 這個 溫度蠻低的 保存的蠻好的 好那我們今天就我就 稍微歸息大法了一下 起床現在時間9點多剛好是 我們 一般的晚間的 單元的時間啊我就準備來做今天的單元 自求的應該是第45天左右 46 看一下禮拜三 46天 那只要你日子很固定的都按照規定來做 我相信很快都習慣了這樣子這樣子可以提早解封 提早恢復正常或是半正常的生活這樣子 那各種免疫餐等等一回生二回收 吃久了也蠻習慣的這樣子 我覺得個人目前這個狀況也蠻好的 也有同學 買熱心的送了我一台血氧機 量測的結果還不錯啦就是 還有98% 表示我 我血氧濃度還不錯啊這樣子 那也有同學 來信詢問 有關 課程的問題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個 這個頁數找不找得到這個頁面 這個是今天 下午7點多我收到的一個叫 Robin Lee的同學來問說 您好請問課程是和文法單字都已經忘光的人學習嗎 那我也順便對於有這樣的一個疑問的同學 也可以提供 一次 一個一次性的解答 那當然是可以上課重新建立了如果 都已經忘光表示可以從零開始也不錯 他有好處有壞處 那我就建議他 如果有 興趣想了解這個課程內容可以喔我們用線上諮詢的方式來稍微把課程介紹一下這個都可以 可以用 LINE或是你用Skype 都可以 線上很簡單的諮詢 或者你上一堂課試試看 上個一個小時的課 然後呢試試看 你習不習慣 這都 很方便啦因為畢竟我線上課程很久了 有 Stella小朋友 10歲的小朋友上用Skype上的也 很不錯 那也有 固定的 同學做閱讀做 期刊的 這種 論稿校正 討論研討 經濟學員雜誌的研討都有 都很不錯 也提供給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參考參考 這樣子 畢竟現在有疫情你要上實體的課程 第一個 相關的補教機構也沒有 沒有開始營業 第二個 群聚的問題也很 傷腦筋 這樣子 那如果微解封或是解封之後 可以 像星巴克或是這種 連鎖咖啡店可以用梅花做的方式 開放的話我們也可以 試試看實體課程 因為畢竟不是每一個同學都習慣 線上課程 老是覺得怪怪的 我們等 你也可以先預約我們等微解封 或是解封之後按照規定 相關的防疫措施的情況下可以實體 見面的 我們就按照相關的規定也可以做實體的一個 諮詢或是課程的 這種 來做實體的教學都可以 提供同學做參考 因為 我現在線上的同學有 有些是 他原來上實體課 後來轉為 用Google Meet 線上課程上也不錯 都很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朗讀訓練 這個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開樣子 接近尾聲 我要把 後面的朗讀這個部分來補一下進度 我們看一下我前面朗讀的位置 這是我之前 我之前 念到 264頁 那我今天就接著從 264頁 試驗的位置我已經找到了 來往下朗讀 就今天就算一個小的單元 就簡單一點 輕鬆一點 前面的拍的 在我的書庫裡面拍的片子有點 過長 有一點老太婆的裹腳步又臭又長 我們今天把它調整成 輕鬆一點 青州小菜 做一點 這種 滾動式的調整 哈哈 那這個利頓紅茶 利頓綠茶我覺得也不錯啦 這好像是利頓小七就有 這個利頓的綠茶我剛剛進貨 在小七進了貨 那聽說綠茶對於這種 屬於新冠 病毒的這一種也有一點點幫助 只要有幫助都可以試試看啦 因為他不額外多花錢 這一盒小盒的 好像才五十幾塊 裡面好像有一二十個茶包也不錯 那 市主居家管理 最重要就是心情要放輕鬆 然後呢 盡量不要想東想西可以看看書啦如果你有看書的習慣可以看看書 然後呢 做一些 以前沒有機會靜下心來做的一些靜態的活動 那不代表動態的不能做啦 動態的做 我目前還是建議 一個禮拜放風的時間出去快走一下就好不要慢跑因為 畢竟 那個風險還是過高啊 我有看到有人在外面 有一些看起來就是 常年跑步的這種人 他只要一停下來可能 反而 抵抗力會更差 所以他還是戴著口罩在跑步 這個 要看個人的 你身體的狀況 那我是 暫時先不要 我也是 不跑步全身都怪啦 那我就 用快走 目前 等到 這種 疫情 到了可以 可以控制到外面 解封的那個狀況 我可能還是要去活動一下筋骨 跑個十公里 8公里10公里活動一下 否則感覺 像我們這種 從10幾歲就開始跑步的人跑到現在 50幾歲了 中斷太久會覺得全身難過 這樣子 好 我就直接開始從264頁 開始往後念 用朗讀的方式 很輕鬆的朗讀 那事實上我講解的部分已經超過264頁了 我是利用今天 晚上輕鬆一點 有鑒於 之前的 連續的幾個單元在我的 書庫裡面錄的都太長了 相信同學已經在幹掉了 我今天 稍微 輕鬆一點 好我直接開始 從264頁之後 我真的不想要 一件事 我真的不想要 I felt better after I passed out.I really did.My arm sort of hurt from where I fell,but I didn't feel so damn dizzy anymore.It was about 10 after 12 or so then,and so I went back and stopped,stood by the door and waited for old Phoebe.I thought how it might be the last time I'd ever see her again. Any of my relatives,I mean,I figured I'd probably see them again.But not for years.I might come home when I was about 35,I figured in case somebody got sick and wanted to see me before they died.But that would be the only reason I'd leave my cabin and come back.I ever started picturing how it would be when I came back.I knew my mother'd get nervous as hell. And start to cryAnd beg me to stay homeAnd not go back to my cabin.But I'd go anyway.I'd be casual as hell.I'd make her calm down.And then I'd go over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ving roomAnd take out this cigarette case.And light a cigarette.Cold as hell.Cold as all hell.I'd ask them. Ought to visit me sometime.Ought to visit me sometime.If they wanted to.But I wouldn't insist or anything.What I'd do.I let old Phoebe come out and visit me in the summertime.And on Christmas vacation.And Easter vacation.And I let Phoebe come out and visit me for a while.If he wanted a nice quiet place for his writing.But he couldn't write any movies in my cabin. Only stories and books.I'd have this rule.I'd have this rule that nobody could do anything phony.When they visited me.If anybody tried to do anything phony.They couldn't stay. And all of a suddenIi look that clock in the check room.And it was twenty five at one.I began to get scared that.maybe that old ladyin the school.had told that.other lady.not to give old Phoebe my message. And i began to get scared.That maybe she told her.to burn it or something.It really scared.enosine out.of me. I really wanted to see old phoebe.before I hit the road.I mean I had.e or something. Christmas dough and all Finally I saw her I saw her through the glass part of the door The reason I saw her She had my crazy honey hat on You could see that hat about 10 miles away I went out the doors And started down these stone stairs to meet her The thing I couldn't understand She had this big suitcase with her She was just coming across 5th Avenue And she was dragging this goddamn big suitcase With her She could hardly drag it When I got up closer I saw it was my old suitcase The one I used to use When I was at Houghton I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the hell she was doing with it Hi she said When she got up close She was all out of breath From that crazy suitcase I saw maybe you weren't coming I said What the hell's in that bag I don't need anything I'm just going the way I am I'm not even taking the bags I got at the station What the hell you got in there She put the suitcase down My clothes She said I'm going with you can I Okay What I said I almost fell over When she said that I swear to god I did I got sort of dizzy And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pass out For something again I took them down the back elevator So Charlene wouldn't see me It isn't heavy All I have in it There's two dresses And my moccasins And my underwear And socks And some other things Fill it It isn't heavy Fill it once Can I go with you? Holden Can I? Please? No, shut up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pass out cold I mean I didn't mean to tell her To shut up at mall But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pass out again Why can I? Please hold it I won't do anything I'll just go with you That's all I won't even take my clothes with me If you don't want me to I'll just take my You can't take anything Because you're not going I'm going alone So shut up Please hold it Please let me go I'll be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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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on't even You're not going You're not going Now shut up Give me that bag I said I took the bag off her I was almost all set to hit her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smack her For a second I really did She started to cry I thought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In the play at school and all I thought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Benedict Arnold in that play and all I said I sounded very nasty What do you want to do? Not be in the play for God's sake? That made her cry even harder I was glad All of a sudden I wanted her to cry Till her eyes practically dropped out I almost hated her I think I hated her most Because she wouldn't be in that play anymore If she went away with me Come on I said I started up the steps To the museum again I figured what I'd do was I checked the crazy suitcase She'd brought in The check room And then She could get it again At 3 o'clock After school I knew she Couldn't take it back to school with her Come on now I said She didn't go up the stairs with me though She wouldn't come with me I went up anyway though And brought the bag in the check room And checked it And then I came down again She was still standing there on the sidewalk But she turned her back on me When I came up to her She can't do that She can't turn her back on you When she feels like it I'm not going anywhere anywhere I changed my mind So stop crying and shut up I said The funny part was She wasn't even crying When I said that I said it anyway though Come on now I'll walk you back to school Come on now You'll be late She wouldn't answer me or anything I sort of tried to get hold of her Old hand But she wouldn't let me She kept turning around on me Did you have your lunch? Did you have your lunch yet? I asked her She wouldn't answer me All should be was She took off My red hunting hat The one I gave her And practically checked it Right in my face Then she turned her back on me again It nearly killed me But I didn't say anything I just picked it up And stuck it in my coat pocket Come on hey I'll walk you back to school I said I'm not going back to school I didn't know what to say When she said that I just stood there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You have to go back to school You want to be in that place, don't you? You want to be Benedict Arnold, don't you? No Sure you do Certainly you do Come on now Let's go I said In the first place I'm not going anywhere Anywhere I told you I'm going home I'm going home As soon as you go back to school First I'm going to go down to the station And get my bags And then I'm gonna go straight I said I'm not going back to school You can do what you want to do But I'm not going back to school She said So shut up It was the first time She'd ever told me to shut up It sounded terrible God, it sounded terrible It sounded worse than swearing She still wouldn't look at me either And every time I sort of put my hand on her shoulder Or something She wouldn't let me Listen Do you want to go for a walk? I asked her Do you want to take a walk down to the room? If I let you not go back to school this afternoon And go for a walk We'll cut out this crazy stuff 好,我們就念到269頁 264到269 應該有五六頁 這樣應該這個分量也夠了 我們看一下時間 內容蠻好玩的 他老妹在跟他老哥疊對疊 十九分鐘 不到二十分鐘太好了 這個算青州小菜 今天青州小菜 就單純朗讀 那我還是在思考 等到 這個很不錯的很棒 我很喜歡的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導讀完之後 後繼的 這個 書 到底要選哪一個 我還在考慮 但是 也不是那麼重要 也不是那麼緊急 原因是因為 我們已經手邊有 同時並進 齊頭並進 在做很多很多 很不錯的 一些 管理的重塑也好 好幾本 Jack Welch的一本 Colin Powell的 Leadership Secret 有一本 如果有必要 再把1995年的 那種 Peter Drucker的 也可以挑一點來講 都不錯 那還有 Charlie Mike 那個Charlie Mike 還蠻厚的 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 手邊 目前這些書都還算不錯 可以提供很不錯的內容 假設真的 The Catcher in the Right 下一個章節講完了 我們萬一臨時選不到 可以適合接待後面的書 至少還有一段時間 可以穩住 這幾本書 可以來做一個替代性的使用 這樣也不錯 所以比較不需要那麼緊張 這樣子 頂多就是依依不捨 這樣 那結束前我們也 再做一下 也大力的推廣 線上的課程 那線上的課程 有目前我使用的 我再重複講一遍 有 Skype 有大家熟悉的Line 有Google Meet 這樣子 那同學有更 你自己買喜歡的 買習慣的也可以推薦 這個技術上都不成問題 可以做小說閱讀 可以做線上的個人的英文履歷的修改 你的文章的修改 論稿 通通都可以 這樣子 那你可以 喜歡用語音的用語音 你說我一定要用影像 我們也可以用影像 不過這個 倒不必 因為你看到一個人頭在那邊 看到我 影響到學習 大部分都是用語音加打字 那有時候 你也可以用完全打字 如果你覺得用視覺上面 比聽覺好 你也可以完全用打字都無所謂 我都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有論件記籌的也可以 這樣子 比如說 你有寫的東西 你覺得不需要用視訊的課程 線上來做 你可以用論件記籌的方式 都可以 我們非常多元 有很多方案 我都 這這麼多年來 我都持續的在做 所以技術上不成問題 那另外也 看看 各大專院校有沒有 需要屬於社團性質的 英文的課程 我也可以過去跑個龍套 那現在麻煩的是 高中國中這一塊 我是完全打不進去 因為我沒有 教師證書 我沒有 那 還好大學這個部分 比較沒有那麼嚴格 你好像 只要有 碩士文憑可以教大學 這樣子 那研究所以上的 我是完全不合格 因為我沒有博士的學位 所以如果大專院校裡面 有屬於社團 甚至是高中 有社團性質 不設於學校的正規教學 需要書面審弄得很複雜的 這一種 都可以 我都也歡迎 有相關的這樣的一個 機會的 有同學也可以來洽詢我 我也很樂意到學校裡面 當然我的意思是解封之後 開始複課之後 按照政府相關的防疫規定的 這種課程 可以是社團 性質不用審核太多書面審的 社團活動性質的 校外活動性質的 或者是 大學的課程的 或者是大學生 高中生你覺得你有看我的 這種單元你覺得很不錯 你也想弄一個讀書會 我們可以用很便宜的方案 加會學職 我在這邊也順便做一個港兄 這樣子 那我的教學經驗當然一定夠 我之前我講過我的全美語課程 來上課的大部分是台大的教職員 跟剛剛考上醫學院的學生很多 研究員很多 研究生跟交換學生 博士班的交換學生 我那一陣子有三個找稻田的 那找稻田的學生來台大 其實只是他的其中一站 因為有一些學生已經到過韓國去了 日本已經到韓國的首爾大學去交換過 然後再回到日本 再從日本找稻田再交換到台大來的 那陣子有很多日本找稻田的學生 很不錯 好 所以 那交台大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聽說台大神人很多 我蠻適合交神人的 交完可能他就下班了 這樣子變煩人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很輕鬆聊到這個地方 明天應該可以回到Charlie Mike 或者是繼續接著 The Catcher in the Ride往下講 感謝同學晚安 祝各位同學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愉快心情放輕鬆 這樣有助於自己的這種抵抗力 抗體這個部分 心情的這種療癒 遠大於我們自己本身身體這個部分 這種immune system 心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同學看我心情都很愉快 也許是痞疾太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明天再見 晚安 明天再見